射鱼记来喽 我们又可以使用弹弓发射鱼镖了 已经接近有 接近有六个月没有碰鱼镖了 鱼轮了 今天我们来练一练 熟悉一下 铁拳二代 好久没有玩了 好久没有玩了 现在 准备回乡下去 利用我的铁拳二代滑轮弓 在乡下射点这种野生小鸡鱼 之类的东西 野生黑鱼 改善一下伙食 但是确实很久没有练习了 今天我们就把铁拳二代拿过来 发射鱼镖练一练 这个弓发射鱼镖是相当直的 因为它使用的披荆系统 跟一般的披荆系统不一样 你看今天上的披荆是3060 3060 外接 应该是外接1842的复位披荆 看到吗 皮筋在这里面 实际上在里面运动的 相当稳的哦 这样的结构 皮筋不会乱放啊 皮筋不会乱抖 射出的标也不会乱抖 非常稳定 而且皮筋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由这两个副位筋始终把它拉紧的状态 所以它拉伸过程中 实验室把两个副位筋拉伸到最顶端 然后再开始拉伸主皮筋 释放瞬间以后 鱼标发射出去以后 由副位筋把这个主皮筋拉到位置 拉到合适的位置 它不会跑偏啊 永远不会跑偏 而且它这个结构 可以尽量把锁喉 做得深一点 做得宽一点 而其他的滑轮功 使用单卡皮筋 它的锁喉没法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做成这样 它这就会一个直角拐弯 而它的直角拐弯没关系 它是副位皮筋结构 它的皮筋拉到上面 都会脱离这个摩擦的 所以它进行直角拐弯是没关系的 来看我这一身装备啊 也不算非常齐全 不过这些就足够了 南京三五的鱼轮 公牛的这种铁板护手 剩下就是我的铁全弓了 六个月没摸鱼轮 呵呵 应该没大问题 朝前面射一个 对 鱼标是用了一只普通的鱼标 去掉的刀刺 去掉的上面刀刺 把头给磨盾了 因为我这是练习标啊 练习标你最好把刀刺给取下来 把头磨盾一点 只是用来练习 好 朝前门上来一下 看看我发射的是不是这么直 OK 很爽 可以 好 试试远一点的距离啊 这个距离是 应该有20米 来看看我的鱼标发射有多直 哈哈 太爽了 正宗了 好 现在设计发射 你们看看这鱼标射出去的线有多稳多直啊 首先看一下我并没有使用撒王器 很多人认为撒王器射的这么直 我直接徒手的啊 徒手 查到树林里面来一下 相当给力 这废弃大楼的二楼和三楼好多门没关上啊 我们应该顺手把它门关上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来说是举手之劳 一标射出去拉下就行了 好 沾上了 把门关上 嘿 门关上了 门是关上了 可是我这个标 我还得爬上去取下来 扎得紧紧的 这举手之劳也不举手啊 准路我们也来练习一下吧 十米打两个瓶子 这个十米对于预标来说这样是菜 OK 既然还能扎上去 我已经把头磨顿了 而且没倒刺 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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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好 朋友们怎么样 我发现六个月没有碰这个鱼标 和这个滑轮功 这个水平基本上没有下降 基本上没有下降 完全一样 还是那么的顺滑和精准 所以接下来我要回乡下 到鱼塘里面搞点鱼吃 好吧 行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谢谢